演员崔智友在2018年 小九岁村外男友闪婚 并在两年后生下宝贝女儿 近日他登上了 深冬夜主持的网络节目 酒味见面的良人 聊起了育儿精 崔智友透露拍摄结束后 或是宝宝睡着后 喝一罐啤酒真的很享受 他透露自己46岁生下女儿 在名人中相当罕见 他也曾听别人说过 自己是高龄产妇的偶像 深冬夜也形容崔智友是女版金融剑 然而金融剑的女友 曾因婚前怀孕 被他强迫堕胎 双方和解后 女方平安产下儿子 让金融剑在高龄76岁 再次迎来小孩的诞生 也让儿子何俊宇 多了一个小他46岁弟弟 旺门对于深冬夜 将崔智友与金融剑做比较 感到十分不满 认为这个说法没礼貌 反而批评他是喝醉酒乱说话 炮轰他该退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